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推出绿色数据中心路线图 准备提供至少300兆瓦额外容量 以促进创新解决方案加强能源效率 并通过绿色能源开发更多增加容量的途径 通讯及新闻部高级政务部长普杰利医生 在数码可持续性论坛上致此时说 资讯通信科技领域中 数据中心是其中一个最大的间接碳排放者 占本地资讯通信科技领域的约八成 随着人工智能科技的需求上涨 我国对于数据中心的需求也会增加 当局也将同业界合作 共同制定增强的标准及认证 并在今年底更新数据中心的绿色建筑标志计划 以提高数据中心能源效率标准 当局也将在明年推出数码设备能效和夜冷标准 以促进这些技术的使用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